而今年的尬鼓竞技活动总共是有学生组的20队来参赛 那么在龙师鼓舞响回来晚会 更特别邀请历届参加鼓王争霸战比赛 曾获得前三名的优秀团队 让大家来看见精湛的鼓艺术文化 学生认真的打鼓现场鼓声振奋人心 这是今年的刻鼓明星鼓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今年活动总共有学生组20队来参赛 每一支队伍都非常用心 也准备很长的一段时间 学生也非常重视这场比赛 前面还不错 但是中间的话可能就是没有力气了 然后手有点举不起来 我觉得还OK 可是就是有一段我突然力气死不上了 就手突然很直到举起来 客家事务处表示 今年回到布园来办理比赛 是为了继续传承地方客家文化 让全世界都可以看见布园 拔仔装看见花莲 今天的特色是全以学生为主 总共有五个县市九队的外县市 其他有七队是我们花莲的 所以总共有十六队 在今天到比赛到现在为止 可以可以看得到我们学生的鼓艺是进步的 尤其是西部带来东部融合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鼓艺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古王争霸站能够从复原把宰庄走出去 显扬古王争霸精神 2024古王争霸站 尬古竞技的比赛 是由来自花莲县的回篮及古乐团勇夺冠军 来自嘉义的嘉义县西口国小爱嘉一及乐团获得亚军 来自花莲的复原国小古镇队则是获得纪军 聚者高双双 瑞士香采访报导